绝对路径的部分 那什么叫绝对路径?我刚刚有提过 就是member.tsd 要把member 直接怎么样 先贴过来 才能够 读取 这叫相对路径 可是如果今天我不要 如果今天把这个member把按右键delete掉 OK的话 那你会发现 你现在读取他一定会失败 因为他说什么 他这个地方在错误讯息 他说 其实keyword是这个 对吧 file 拿着放 L 意思是他 找不到 他说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档案 获得资料夹 叫做这个member.tsd 那怎么办 那因为我在哪个地方有放 其实就是下载 所以我们可以在那个 我们的 这个 本期里面找到下载 下载里面就会有一个所谓的member.tsd 在这里 那所以呢我如果要指向的是绝对路径 那怎么把这个地方改成绝对路径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直接点选这边上面有个资料 他有个路径的位置 那 理论上应该他会出现他的那个位置 应该叫什么 叫download 叫什么 Type 因为我这个路径 如果你点的话 我是建议就是说你直接点选上面 他会出现他完整的路径 如果没有出现完整路径 你可以随便找个资料夹 资料夹打开 然后点 点上面一下 他就会出现 他这个路径的完整 他就把C跌底下 C漫画斜线 User Type Pay Downloads 所以其实 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请你把什么 C 一直到什么 downloads后面这个 反斜 这个 反斜线 记得 怎么 把它复制一下 左上都会叫反斜线 OK把它复制 我是建议你用复制的 尽量不要自己打 为什么 我发现自己打会错 一串 你用复制的 保证不会错 复制之后 再贴到哪里 贴到这个 这个什么 我们的路径 Open后面 Member的前面 OK 那这边的话 就是意思说 在C跌底下的 这个目录里面的这个目录里面的这个目录会有这个档案 所以这个特别注意 这个反斜线一定要加 如果没有加的话会出错 但是特别注意 之前好像我们讲 拖一字元里面 不知道各位没有注意到 拖一字元里面 那个反斜线 在python里面 它也算是 它里面的一个程式符号之一 有没有就像类似双引号 也是保留的 所以怎么办呢 像之前我们输出 双引号是反斜线双引号 如果这边的话 记得 正确做法应该 如果你遇到反斜线 的话呢 变成要反斜线反斜线 两次 才是OK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也是它里面 反斜线也是它 城市里面的一部分的一个 一个一个 这个符号 所以呢 这个 但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这边反斜线那么多 如果你不想要全部都改成反斜线的话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因为python里面还提供另外一个规则 就是说 如果你里面有很多反斜线太多的话 那你可以在 这个字串符号前面加个小R 那用来表示什么 表示说呢 你后面那些反斜线 它会自动 帮你辨识为 是 什么呢 就是那个 那个路径的 那个反斜线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这个小技巧 是我 无意中 反正就是在那个国外论坛里面 刚好看到 有人这样 就把它学起来 OK 加一个小R 如果你不加小 变成你要怎么样 里面 反斜线全部要变两个 不然的话你一执行 假设我这样执行 应该会出错 我试一下 这样吧 马上出错 错误的地方就这一行 为什么 你看他没办法 语法错误啦 他没办法辨识说这个到底是 你是用来表示拖一次元吗 还是表示 你的那个 这个这个 路径符号 所以 正确变成这样 你看 当然你这样全部每一个都加了 就是有点浪费时间 而且有些时候你路径很长一串的话 因为你要加很多 这样子 请看看 这样OK 那这边底下这个是说 那个权限的错误 为什么 因为我这个档是开启的 他没办法再把它写进去 所以这样子 OK 那如果说假如说你不想 像我刚刚讲每一个都加的话 其实可以记得 在这个前面这个小R 这样也可以 好像加小R比较简单 OK 把它执行 这样的话 就OK了 路径的话就可以把它写成 所谓的 绝对路径 我是建议 以后如果你这个路径的话 建议是要用复制贴过来 会比较保险 不然之前常发生 就是同学 路径打错字的问题 OK 这样贴保证不会错 所以尽量写程式 真的想到一些方法 不要写错就好 你会写得很优雅 慢慢来没关系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完成的那个 绝对路径的部分 对这个小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待会的话请各位 再帮我下载另外一个范例题 什么范例题呢 请各位在云端白板里面 云端白板第五个单元在这边 往下卷动 到这边有个学生成绩 点开来之后的话 请各位帮我把这个档 它是 Google的试算表 那这个试算表我希望把它下载 请各位把它下载成csv好了 因为我们如果要处理的话 如果把它下载成yser版的话 Python能不能处理 可以处理 可是需要一些外挂 相对麻烦 干脆我们先下载成csv csv把它下载 它储存好了 诶 存在哪里 一样存在下载好了 这个学生资料 因为它有个 这个工作表名称叫乙辅 这个路径把它储存一下 好存档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会在 我们的cd里面 把它打开好了 也就在这里 那特别注意呢 你把它打开来 按右键 你可以用那个记事本开启看看 它就开起来了 因为这个csv 它里面的结构 一定是中间加痘点的一个 纯文字档 另外呢你也可以观察一下 档案里面另存新档 你会发现 它的编码方式 一定是utl8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 假如csv 如果你现在呢 把它开起来的话 它预设好像会是用那个 Excel 打开的话会怎么样 乱码 有没有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它变乱码的话 一个简单的方法 按右键 其实用记事本也可以 开启用记事本 你把它立存新档的时候 如果不希望它变乱码 你就把它改成 AMSI 存档 是不是取代 是 你会发现 如果这个时候呢 开启sale 那就不会是乱码 OK 那你想说为什么 到底很简单 因为Google下来就utl8 那可是问题 这个utl8 微软的 程式开启就是乱码 那你只需要什么 把它的编码方式 用一个很简单的程式 什么程式 记事本 按右键 开启 那因为刚好那个记事本里面呢 就可以让你去设定编码方式 你就把 utl8 改成 AMSI AMSI 实际上就是 CP950 或者是Big5 它明显一堆啦 很喜欢 用很多的 别名啦 不过 都是指一样的东西 就可以解决这个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针对这个 CSV 然后做后续的计算 画面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刚刚讲的 第1个绝对位置 绝对路径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以后的话 我们档案 通常 还是 会用绝对路径 就是指的什么 你的C碟底下的哪一个磁碟机的哪一个目录的哪一个目录底下 会有某个档案 OK 所以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那个路径 路径我建议用复制贴上的 然后在路径前面加个小r 用来辨识说 他 后面的所有的 这个反斜线 通通他会自动帮你转换 变成两个 两个 反斜线 辨识说后面那个反斜线 不是用来作为 这个拖曳资源的前导资源的使用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有根换 好 好 acco 아니에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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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